大家好,我是麦子商城的讲师,何虎 那么很高兴呢,这一讲我们将继续带大家一起来完成关于麦子商城的一些功能性的设计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课件 这一讲呢,我们是第26讲,我们的整个课程呢,也将接近尾声 那么我们这一讲呢,主要是给大家进行完善这个结算页面的一些前端功能 那结算页面,这里呢,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些这个一般性的一些验证 那么这个验证,为什么我们要在前端验证 实际上验证呢,有很多种方法,有很多种方式 那么一般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一个,比如说我们做一个donator类型的一个网站 那么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在服务器端验证 那么但是呢,比如说更多的,比如加web或者phb 很多呢,都是通过我们前端呢,来进行验证 那前端,有时候呢,是前端和后台呢,同时来进行验证 达到一个更高级别的一个安全性能的一个预防 那么这里呢,首先我们要给大家简单讲一讲什么是正者表达式 那么正者表达式,我们做前端设计呢,是必须要了解的一个基本概念 正者表达式呢,实际上就是使用一个表达式 使用一个单个字符串来描述或者来匹配一系列符合某个语法规则的字符串 那么我这里呢,举个例子,在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 比如说可用字符串来表示的,比如说手机号码 比如说座机电话号码 比如说QQ号码,邮箱 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有一定规则 有一定固定规则的一些字符串 那这里呢,我们可以通过正者表达式 来判断它是否符合这个规则 那比如说我们的一个网站 那么比如说我们在注册的时候 或者说在留信息的时候 那如果在前端输入了一些非法的一些字符 或者说不符合我们这个要求的一些字符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求呢,用户填写一个手机号码 而我们的客户他仅仅呢只填写了一个QQ号码 这样可以吗,这样肯定不行 那么我们比如说在这个送货的时候 快递员呢,他就不能够通过QQ号码 去找到我们的这个用户 那这个信息呢就是一条垃圾数据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前段的验证 可以呢提醒我们的用户 你输入的这个信息呢是错误的 那么要求呢要进行改正 那么我这里呢 我们刚刚接触我们的这个项目 大家下来呢可以了解一下 常见的一些政策表达式 那我这里呢给大家提供了一些 简单的基础的一些政策表达式 比如说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电子邮件,日期等等 那至于其他的一些 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一些政策表达式 比如说我们判断用户他输入的是否是一个整数 是否输入的是一个正整数等等 那这些呢都有相应的政策表达式来进行判断 那大家可以呢在网上去找,大家也可以呢学习这个政策表达式的这个规范 然后呢也可以自己来编写一个简单的政策表达式都是可以的 那这个政策表达式比如说手机号码这里呢 反斜杠是一个转译符,然后这个这个尖尖哈这里呢是一个相当于啊 祸,易祸的意思 然后呢这里反斜杠D这里呢代表的是一个数字啊数字 data嘛,data缩写 然后这里前面三代表的是前面三个数字 哦,然后后边呢第九代表的是有九个数字 那么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它可以呢 呃,就是说13开头的啊 这个总共是11位数字的电话号码 或者说15开头的总共呢是11位的数字号码 这里身份证,身份证呢这里呢第一个数啊 是一到九 然后呢后边啊一样的 然后这个是验证了18位的身份证号码 电子邮件哦这里呢有比如说ata符号 这个是游标国际邮件的这个基本符号 有点这个点后面呢可以是这个数字 一个是字母一个是下号线 这是关于电子邮件的一个验证 这是日期,日期呢前面呢也是四位数字 然后呢一个分隔符 哦,然后后边呢又是四位数字 然后又是啊,后边是两位数字 比如年月日嘛,年月日 年呢是四位啊,月份这里是两位 日期呢是两位 哦,那么据它的具体的使用方法 我们呢待会在项目的这个编写过程当中呢 给大家详细的进行讲解 好了,我们现在呢切换到我们的这个项目这里 这是我们在上一节啊,给大家讲解的啊 就布局的一个基本的页面 那么比如说现在,比如说我们这里呢要求出一个卡号或密码啊 这个呢我们可以呢在前段来进行验证 好,那么这个点击验证的时候 这个呢它是跳转到它的服务器端 然后从数据库当中进行查询是否有这两个数据 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它将会弹出一个提示 当然我们这个就是服务器端的这个这个业务逻辑的一个判断了 那我们现在,我们前段呢只需要去判断这两个空 它是否啊,输入了数据 另外就是下面的比如说啊,姓名电话,email等等 首先我们判断是否为空 那这里呢我们在前面给大家讲解了啊 基于decreate的这种方式去验证啊 那这里呢我们给大家讲解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通过编写基本的Jascript的函数代码来实现 比如说我现在来验证这两个啊,是否为空 那么首先呢我可以打开我的代码 然后呢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这里面啊 可以先定一个Function,定一个函数Function 然后 OK 这个 这里呢我们看它是验证什么呢 验证这个激活卡啊 啊,这个优惠券 OK 验证 我这里呢随便写一个啊 OK 这是我们写的一个函数 这函数呢它的作用呢就是验证优惠卡 是否有数据 OK 那我们现在呢可以去先找到这两个 这个叫文本框啊 那我这里呢先给它定一个ID 这个是卡号啊 卡的 N-O number 也就是说 这个是密码啊 还是给它定一个ID 卡的啊 password 好了 那么我们现在呢根据什么呢 根据这个Document GetElement 把ID去找到 我们的这个 对象 然后呢找到以后 给它复制 这里我们也就是在这里面定一个这样的对象 然后这句代码呢 我们再来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 把第二个空先取出来 OK 那么在这个 这一节当中呢 我更多的可能就是给大家讲解一些简单的方法 那具体的实现呢 需要大家下来自己呢再去完善它 然后这里我们再写一个判断 判断什么呢 判断这个是通过这种ID的方式去找到这个标签 然后复制给这个对象 然后呢我们去判断这个对象呢 如果它等于空 如果它等于空 那么我们 怎么样呢 return false 这里我们同时呢给它弹出一个提示 这个优惠卡 不能为空 对不对 那么下边 同样的 把这个复制一遍 然后把这个 对象 取过来 如果它 注意啊 这是一个什么对象 这是一个 input input对象 我们这里呢取出它的value 应该是取出它的value 如果它value的值 如果为空的话 然后这里还有 密码 不能为空 否则呢就return false 然后呢 return true 去返回一个true 然后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 我们在哪里去调用它 在哪里去调用它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呢有个验证 这里呢有个a标签 a标签呢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 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按钮 它实现就是一个超链接 然后我们可以给它注册一个onclick函数 然后return 然后这个函数 ok 我们来刷新一次 看到没有 又回卡号不能为空 密码不能为空 ok 它这里提交了 它只要有一个 微空 它就不能提交 就不能提交 好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做的一个简单非空的验证 然后后边呢 比如说还有email验证 还有呢 邮遍的验证 我这里呢给大家讲解其中一个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用相同的方式 比如说我现在呢 要验证这个用户信息 用户填写的信息 验证用户填写的基本信息 那我们把这个复制过来 当然复制过来呢 要改 验证 user info 那么这里呢 首先我们比如说 还是要有一个非空的验证 比如说这里呢 用户名 啊 姓名 那我们可以呢 给它加一个ID username 然后下面电话 啊 这个 mobile 邮件 地址 地址 这个是验证非空 啊 邮件啊 这个email 地址 比如说 address 邮编 啊 post number ok 随便写个啊 那首先呢 对于这个 unit name 啊 还有其他的 我们把它复制过来 这里复制一个 这里复制一个 这里呢 就是用户名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 我们来看一下 啊 应该是 mobile 电话号码 电话号码 然后呢 把这个复制过来 这个复制过来 好了 我们首先验证它非空的话 我们先把这个 取过来 ok 这个是 啊 这个姓名 姓名不能为空 然后呢 手机号码不能为空 然后我们这里呢 再来刷信一下 啊 那这里呢 我们啊 这个界面 我们先把浏览出来 但是你现在点它呢 是没有用的 因为我们并没有呢 去调用这个函数 所以我们在设计这里 去找到这个空间 然后呢 给它注册一个 unclinic 啊 这样的一个函数 应该是 a return turn turn return 这个函数 也就是说 啊 如果它没有通过验证呢 就返回 好了 那么这个验证呢 我们 接下来呢 刷新啊 这个页面 然后呢 点击它的时候 它就说姓名不能为空 我们随便写一个啊 手机号码不能为空 OK 那么这里呢 就通过验证了 那么现在 姓名这里呢 当然呢 就是一个注冲组成的 那么电话呢 我们说 它是符合一定规则的 这个电话 那么我们比如说 我们这里要求 我们用户呢 所有的电话呢 必须是13或15开头的 啊 这个手机号码 然后 请 填写 13 啊 或 15 开头的 手机 号码 当然了 现在第二号码 肯定远不只是13 或者15开头的 那这个下来 大家可以呢 去修改我们正值表达式 啊 就可以了 比如说 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手机号码的正值表达式呢 我们先把它啊 取过来 Counter C 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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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制过来以后呢 我们先在这个里面呢 先来给它定义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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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bile 啊 判断 啊 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去判断它是否符合这个规则啊 这里Mobile 点Value 这里面呢 有一个函数叫Match函数 那我们呢 这个Match函数要去匹配谁呢 匹配这个筑串 哦 匹配这个筑串 如果它不是的话 那边这里呢 我们就说啊 这个手机号码不正确 OK 我们来测试一下 先来 飞空哈 这个肯定是不正确的电话号码 看见没有 手机号码不正确 那如果我把我们的电话号码输进去 哦 这是我的手机号码 S6 840-437 OK 然后提交 诶 还是不正确 我看一下 什么原因 那么这里 嗯 这里 对了 对了 这里呢 是不应该有这个啊 这个符号的 好 它就是一个这个字幕串 我们这样 然后复制给它 然后呢 来进行匹配 把这个代码呢 copy到这里来 OK 也就是这里呢 不要给它加单一号 再来刷新一次 随便写一个啊 提交 OK 就没问题了 如果我再给它 换一个啊 这就是12位的 那肯定 如果我把它换成一个14位的 那肯定不对了 对不对 14开头的 那么如果大家要去修改的话 大家可以呢 直接在这里修改就可以了 哦 这里呢 再写一个啊 货 什么什么 这里呢 写个货 然后再 再写一个啊 这个D什么什么 啊 15哦 这1817都可以哈 哦 那关于这个电子邮件的 这个验证 我们也可以呢 我们也可以呢 用同样的方式啊 我们把它 把这里呢 邮件的验证 比如说email Tier OK email email这里呢 我们首先要去找到关于电子邮件的这个周团 直接复制过来 大家注意啊 复制的时候不要把这个嗯 这个周团 就是这个双影号本复制箭了 就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的 邮件的这个对象 我们先把它取过来 email 等于 Dogment GetNumberID OK 那么先找到咱们的这个空间 email 哦 这样 这里呢 是根据ID 去找到这个组件 然后复制给这个对象 然后呢 我们再来 根据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啊 它的value .match match呢 就是一个匹配的一个函数 去匹配这个周团 如果它符合这个周团的基本格式 然后它就是一个正确的邮件 如果不符合 这里就说请输入正确的邮件格式 请输入 正确的邮件格式 比如说 你可以 比如说 521270754 orvqq.com 这是我的QQ OK 这里呢 咱们来刷新一下 这个 邮件 邮件我们这里并没有验证 它为空 但是呢 它这里因为本身是空的 空的它也是个字幕串 如果这个空的字幕串 它没有符合这样的要求呢 它肯定不能够通过验证 OK 请输入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里我们应该是验证这个email chart 验证这个 email chart 刚才我复制过来没有修改 所以说它没有 成功 现在呢 再来 比如说 现在 没有输入 它还是要求要输入一个 我随便输入一个啊 OK 那这里呢 通过验证了 那么这里 你的这个验证 我们就是使用的 就是手写JavaScript代码的方式 结合啊 我们的正值表达式 而这个正值表达式呢 大家有同学说 我不会写怎么办 没关系啊 其实呢 一般的需要验证的类型的字幕串呢 我们网上都有 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找啊 在百度里面输入 比如说我要验证日期 那输入个日期正值表达式 那就会出来很多相关的页面 然后你可以把它复制过来 就可以使用 好了 那么今天呢 这一讲 我们就主要给大家讲解了 这些内容 那这里面还有一些 其他需要验证的一些 大家呢 自己呢 可以去验证一下 比如说这些啊 嗯 还有一些比如说地址啊 这需要进行验证非空 邮编啊 邮编呢 也应该是一个字符串 啊 数字的字符串 大家小类可以呢 在网上去查一下 关于邮编的正值表达式 哦 其他的 我就不在意的讲解 大家下来呢 可以结合我们这一节所讲的内容呢 去完善 啊 这个功能 就当是一个客户的作业吧 啊 我相信呢 啊 那结合我们前面讲的这些知识啊 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么包括以后在做商业开发的时候呢 都可以直接把这些知识呢 拿过去使用 好 今天这一讲 再见 啊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